最近杰哥的日子也不好过 在2024年波士顿马拉松 大破捷跑出2小时11分44秒 第13名 这倒不算什么 但是还有一个不明经传的市民选手森井勇摩 跑出了2小时09分59秒 超过大破捷 获得第8名 日本跑圈也是一片哗然 大破捷是前亚洲记录保时者 PB是2小时05分29秒 虽然现在不是了 但也是日本一流的跑者 而森井勇摩呢 赛前PB是2小时14分14秒 是健将级别的选手 33岁的他更没跑过MGC 这让大破捷情何以堪 其实在他的职业生涯 有高光时刻 遭遇过很多次失败 但这不影响他成为其他人的偶像 他的高光时刻 是在东京以2小时05分29秒 获得第4名 再次打破由自己保持的国家记录 取得最后一张奥运门票 那作为一个真正受人尊敬的纯粹跑者 应该具有哪些秉性呢 我们可以从他写过的书 《马拉松名将手记》中看出端倪 低调 他说 马拉松改变了我的思维 不要好高勿运 珍惜训练中的每一个瞬间 每一个片段 感受到战胜自己的价值 只要在训练中脚踏实地的积累 剩下的事情只需交给时间 专注于当下是极为重要的一刻 自律 在俄勒冈时期是 付出后也是 他也曾抛家舍业地到美国和肯尼亚进行训练 虽然花费巨大 但也在所不惜 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是 他在清晨起床 来了一次畅快淋漓的半码 胜过豪言壮谱 专注 他认为 马拉松要保持纯粹 舍弃多余的东西 在训练时 他常常会放弃自己的私人时间 忽略许多事情 始终保持饥渴感 他确实做到了 在训练中做出了巨大牺牲 并全力以赴 放弃了种种余恶 沉浸于自己的世界 个性敢于说不 他反感一传 所以就毅然决然地去了俄勒冈 他当初选择当异类 确实要鼓起很大的勇气 宁做风中草 不做温室花 他后来又回到一船 不是说世道变了 而是开辟第三条路 职业选手跑一船 忍耐 学会接受所有结果 在2019年 因为失温 大破节在东京马拉松的 第25公里处退赛 在2019年和2023年MGC 两次都得了第三名 没能在第一时间出现 成功总是属于那些 有准备的人 他笑在了最后 记得《强风吹拂》中 有这样一句话 称赞一个跑者 不要说他快 而是说他强 除了身体的强壮 还有内心的强大 以及洞川世俗的能力 他深知高处不胜寒 所以他在顶峰时 激流勇退 东京奥运后 急宣布退役 至于他后来再付出 是他觉得 在一时要比退役时 所做的有价值的事情 会更多 包括代言 参赛和做一些公益事业 主要是他的年龄 不算太大 33岁 还处于马拉松运动员的黄金区 他说 马拉松与生活相通 生活中也有哪怕不情愿 也不得不做的事情 当事情摆在面前 我们无法逃避 或者说不愿意逃避时 面对他就好 因为跑步而感觉烦恼 该怎样排解呢 最好的办法还是跑下去 只要跑下去 最终会获得一个结果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